我特别要提到一些闪亮的名字 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前些天大家做的文章 已经批改分发下去 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课程 是要使大家了解现代或者近现代 1919年 在日本初步接触到 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陈旺道回国 他热切希望能找到复兴中华之路 于是他在受聘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文改革 却不料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潮冲突 来 走 没了 有什么图案 长官 怎么回事 紧急办案 先杂人等不得干涉 他犯了什么法 组织学生运动 聚众闹斥 我是他的先生 有什么事情跟我讲吧 你是谁呀 我是陈旺道 原来你就是陈旺道 我要一个是你 就能包复得着他 浙江星朝那边飞校 是你知道学生写的吧 这就少不了 也得请你一起回去喝茶了 走吧 你们干什么 写出都可以抓人吗 你们还有没有自留 你们凭什么抓人 这边飞校写的就是 不容不孝之事 所以他就应该被抓了 长官 这篇文章并非反对校的 反对的是旧友盲目 学生们写一些进步文章 启发民智何错之有啊 启发民智 开闲不够乱吗 再吵 全都带走 你们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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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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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巴黎喉船完全失败 不以为吃 反而存在我们读书人 我被宁可一碎不为我存 宁可一碎不为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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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你要干吗 北洋政府黑暗 五月牺牲生命 一切人格 你要干什么 把灯口放下 先生 冷静点 长官 这里面的都是学生 国家之未来 今日你非要酿成流血事件吗 一群秀才 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 成王道 我记住你们了 还有你们 咱们来日方长吧 走 帝国主义的侵略 军法的横行 并不能阻挡中国的前进 中国的工人阶级正在发展壮大 为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为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陈旺道 近百年之后 这个名字仍然在影响着当今中国 1920年 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本 中文权益本 影响了无数先进分子 积极投身革命 其中就有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奇等老一代革命家 他参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黑暗年代中 找到了照亮国家民族前路的火种 我找到了陈旺道年轻时的挚友 中国共青团创始人余秀松的儿子余敏 来寻访一段先驱者的故事 余老师 您好 久等了 你好陈旺 你好你好 我是陈旺道先生学生余秀松的儿子 叫余敏 谢谢您接受我们节目的邀请 那余老师您父亲和陈旺道先生 是在1919年的时候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和陈旺道先生结识的 对 他们是一种私生的关系 他们一批人呢 就在浙江一世年成立的 办了一个刊物 就叫浙江新潮 那么陈旺道那时候余老师对这个浙江新潮 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在这个浙江新潮的第二期上 刊登了 市总统写的一篇文章《非孝》 他就提倡要用新的爱来代替 旧的封建主义这种能力的道德 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呢 就引起了浙江省政府的轩然大伯 就浙江省政府也好 教育厅就下令要处理这种学生 要开除陈旺道等一批进步的老师 另一方面陈旺道和一世的学生一起奉起和斗争 就陈旺道就带领学生 军政府就派了军警啊 每次和军警发生冲突 陈旺道先生都站在最前面 面对刺刀保护学生 所以他深深地得到学生的爱戴和尊敬 最终斗争的结果呢还是胜利了 但是陈旺道和一些学生呢 就被学校开除了 陈旺道先生就回到了浙江义国的风水上的老家 也是在这个时候 翻译共产党宣言权益本的这个任务 落到了陈旺道先生的身上 对 这边也是一种机会 历史选择 他永远是选择有准备的人 最初是戴旗团的委托陈旺道先生 翻译这个共产党宣言的 有几个必备的条件 第一 他要在日文 俄文 英文当中 其中的一国文字才很精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他要了解 知道这个共产党宣言的内容 最起码是看过了解 第三个 他还要有中文的功地很重要 那么当时呢 陈旺道造诣也很深了 被这家衣食分为四大金刚的嘛 是吧 所以他在文学上造诣都很深的 他在日本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 他也看到过共产党宣言 做过他自己的一种思想武器 如果这个权益本发行了以后 能够让更多的中国的有志青年 先进的知识分子 以致人民大众能够了解这个共产党宣言 了解共产党宣言 到底是什么回事 那么这个作用就很大 那其实翻译共产党宣言相对来说 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对 肯定有危险 因为小小的一个杂志 都引起了当局的这么的恐慌 因为这个共产党宣言 是被西方支付主义认为是洪水猛兽的 名字有危险 他还是要翻译 因为他认为这个共产党宣言太重要了 可能能够点燃祝燃中国革命的火把 你是在中国车发生的生活 辉述树心宣言 是在中国的海外 辉述树心宣言 是在中国的游戏 就是大游戏 的游戏 蔡医兄 请问你父闲在家 可来探望 有心了 快请坐 好 我去备查 哎美美 坐吧坐吧 师父想完 老哥这次来 是做说语课 我回到省城以后 在教育厅忙了个差事 夏厅长 知道你有姿有铜疮 可以托我来见你 说这医师的事情 期间颇都误会 想请你到厅里认知 好意心灵 财书学浅 不堪大用 参医的财学剩我十倍 这又何苦明珠暗投 翻译什么共产党宣言 这当局才记 工人阶级已经日渐觉醒 他们代表了 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斗争 这本共产党宣言 正是全天下无产阶级的纲领 我把它翻译过来 既开明日又唱真理 这辛亥革命以来 你我见了多少大道路和处 可这最终又有哪个能救国呢 这些道路和主义 之所以不能救国 是因为它没有代表 所有无产阶级的力量 有了这本共产党宣言 我们就有了方向 定能成功 你说的那些无产者 他们无权无产 为他们做再多的事情 也无所回报 这又图什么呀 我们要建立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 你们是要建党 对 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共产党 纠合所有无产阶级 去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 使所有无产阶级 能够有自己的证权 这国家如今内忧外患 你们若如此 这会令他更加 泄入水深火热 你出去抬头看看 这一轮明月 或有殷勤 但总守得云开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我改了个名字 叫陈望道 望着探索 道主 真理道理 合在一起 就是探索新的真理 新的道路 如此说来 你我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也罢 就此告辞了 你都保重 天黑道远 老兄保重 恕不远送 这个地方呢 就是南沙路一百龙二号 叫老越洋里二号 陈望道先生到了上海以后 他很高兴 看到的他两个学生 于秀松 斯春董 正在帮助 陈敦秀建党 我的父亲于秀松 他在1920年6月28号的日记上 写得很清楚 说 九十我送 望道 索意的 共产党宣言 到独秀家 这个独秀家 就是这个老越洋里二号 所以我估计的余秀松 他怀揣着共产党宣言的中文本 他肯定是一路很警觉的 避开行人 特别是避开寻谱 因为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以前是法族界 有很多法国寻谱 还有中国的报答厅 送到这里 他炉获重视了 就交给了程独秀 对 就位置专门成立了一个印刷所 我们可以到印刷所的旧址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现在是上海的黄埔区 我们再往前面走 就是出版印刷 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地方 右心印刷所就在前面 这个楼现在是加固着 对 这个楼就是右心印刷所 右心印刷所旧址 狗日心 日日心 右日心 对对对 就一天行 一直要行下去 1920年6月8号 程独秀就找了地方 是把这个房子住下来了 不过这里真的挺隐蔽的 我其实以前就住在这儿附近 这一大片全是这样的居民楼 这个地方 以前根据史料查的半天 也查不着 后来在07年的时候 根据行程会议就查到了 就还是把这个旧职保护下来了 进一步做修缮 这个地方是民国的时候也是法族界 程独秀他们选择在这里 它是有意义的 它又不能到别的一般的印刷厂去印 对不对 人家印就暴露了嘛 我想它主要还是靠这个隐蔽性 对不对 大隐于世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进门里就是一个院子 这是中国的传统的名才 一个院子的 它这个房屋的建筑的格局 基本上是保持原样 比方说这个地方可能是他们就是主人 或者是印刷工人他也要住这里 对不对 那个印刷机器的设备应该在这里的 因为上海这种房子都是通的 前面可以出去 后面也可以出去 在隐蔽这么一个地方找到这么一个 办的一个印刷所 前门比较热闹 后门比较僻紧的 印刷的纸张也好 印刷好以后的共产党宣言的书也好 我估计都是从后门运出去的 哦 共产党宣言正式发行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对对对 第一次呢它就发行了一千册 这两本都是共产党宣言 你看看它有什么区别 共党宣言 对 因为第一版出的它写的是共党产宣言 这个第二版才恢复的就是共产党宣言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我的考量就是陈敦秀陈王道 他们并不希望对共产党宣言 对新文化新世界了解的人 如果找一个人知道共产党宣言 他可能上午印了 他下午就会就会说了 那么很可能就会走路风声 就被这个法族界的当局报答 听什么发现 所以说我估计呢 第一他找到工人 他只是会印刷 他不一定了解这个内容 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怕影响左右邻居 怕招惹麻烦 所以他们可能在印的时候 也比较紧张 按道理一般的来说 你一本书你里面印错一两个字是有的 但是整个封面印错了 好像这个是不大有 所以我认为是这两方面的原因 第二本就改过来 你看啊 就共产党宣言了 您应该也读过很多遍吧 对 我也看过 对 不同的时候看 会有不同的感受 宗教的热忱 异霞的血腥 儿女的身情 早已在厉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 宁洁的散座烟云 神圣的堕入会泻 人们至此也只得怀了冷酷的心情 应付他的遭遇和同类了 这本著作能够成为一个信仰式的纲领 就是他的文字的力量也是无不可获的 对 对 对 这本呢就是我父亲吕松的日记 1920年6月27日的日记上 他写的你看 夜忘道叫我 明天送他索意的共产党宣言 到独秀家去 现在艺书的人 每天的生活 一天总需要艺八千个字才能生活 所以这说明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按照当时来说 一天八千个字 那么他一共两万字 三天就能完成了 那么为什么成王道先生用了一个多月 那么因为成王道同志 他自己的感情 所以他精益求精 他可能是多次地看 多次地参考英文版和日文版 对不对 所以他能够这么整确 用中国文宣的元素 用中国文这种意境 翻了这本共产党宣言 这不是总书记也说的个故事吗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对啊 中国文宣先生全新地在翻译 那么按照他们义乌的习俗来说 就是吃粽子 他一边用粽子 蘸着红糖在吃 一边在翻译 那么他全新贯注翻译的时候 蘸错了 他蘸了个墨汁 吃了 脸上也都吃回了 但他自己全然不知道 结果他母亲进来一看 说好不好吃啊 都好吃啊 很甜啊 但我觉得很甜 你没有蘸糖啊 你蘸了个墨汁再吃啊 所以大家哈哈大笑 就说明 陈旺道他很用心 忘我的在翻译这本书 所以说演绎出来 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这个故事就这么样了 我们知道陈旺道先生 他当年家境也很好 他的故居是特别大的 然后他就选择了 把自己关在小柴房里面 来翻译这本书 包括陈旺道 陈渡修 宇修松他们 这些人 现身革命建立共产党 冒着沙头的危险的 家境都很好 家境不好 你没办法读书 没办法读书 你就接触不到新思想 新文化 马克思主义 所以说我认为 他们这笔人 是自己有饭吃 自己有遗传 这为了全中国的老百姓 没饭吃 没遗传 奉起革命 这个伟大的利他主义 所以这个我认为 也是我们共产党的 信仰的力量之源 这一开始他们的旗帜 就是很鲜明的 就是要为武尊瑞 慕幸福 为中华民族 慕复兴 也是初心所在 对 忽然觉得手上的这个册子 具有无穷的能量 它是真正的信仰 对对对 因为信仰是可以激发人 做出很多的事情 对对对 无产者这样组成一阶级 便自然成了一政党 但因为劳动者和劳动者间 不免互相竞争 团体还是时常颠覆的 可是一定复兴起来 越发强 越发坚固 越发有力 共产党宣言 中文一本一经面试 反响热烈 因为鄙视中国军阀歌剧 山河破碎 人民饥寒交迫 备受奴役 陈旺道等先进知识分子 四处探寻强国复明的科学真理 直到发现了共产党宣言 陈旺道在积极传播 先进思想的同时 开始思考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 解决中国的问题 大世界 这是远东最大的 最早的游乐场 这个地方老城乡吧 一般人都是 文化程度不是很高 但是恰恰这里面有工人 也有市民 工人阶级是我们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 他们认为首先要唤起 工人这种觉悟 1921年曾旺道 李汉眷 毛顿 李达 他们这里 利用过年 就制作了这个 共和兴喜的贺年片 但是你上面 你又不能写 共产党宣言 对不对 所以他的背后呢 就是根据 共产党宣言里面 有关阶级斗争 有关劳苦大众 怎么要推翻 剥削者 用了77个字 编了一首太平歌 当时就这个 太平歌天下要太平 劳工需团结 谁也晓得不做工的 不该吃 这才是共产社会 太平国 特别朗朗上口 说这个变成民谣 大人小孩都会朗读 都会动 他们挨家挨户 就发 大概一共送了 好几万张 当时呢 是肯定有风险的 中国沉默道 这么说 警惕性很高 一看有可疑的人 那赶紧立马就 想办法逃脱了 沉默道 获得武功 他就翻了几条 就跑掉了 共产党呢 现在是一种理论的 一种武器 但是理论要付出于实现 实现它才能够起到作用 这个也就像马克思说的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 就可以变成物质的力量 对对对 当他们读到 这个太平歌的时候 内心还是会觉得震撼的吧 对啊 因为这个太平歌 这很重要 他说了一个 说了一个共产社会 刀骨大众 这么多年 搬成媒体搬风险 他们生活的 社会的最底层 可能是很怨的 他们又迫弃改造 改变自己社会状况 他们有一个需求 其实在1919年之后 上海和北京 都开始传播 马克思主义思想了 工人阶级 上海占了全国人数的一半 技术比较好 第二个 具有觉悟的 先进的制作者 都雲集在上海 因为当然上海 是文化的中心 第三个 就是上海 它发生了几个租界 那么各个租界呢 它有租界的规定 只要不触犯 他们国家的利益 它一般来说 可能比较松 那我认为是 这几个条件 就促成了 只有上海 能够是作为 中国共产党的 发源地 古来历史的运动 都是少数人的运动 或是为了 少数人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运动 却与此不同 它是为了 大多数人的利益 大多数人 自觉的 独立的运动 1920年8月 就在中文版 共产党宣言 出版当月 中国大地上 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上海共产党 早期组织 也宣告成立 陈旺道和自己的 两位学生 均在八位 发起人之列 此后 陈旺道 不管是作为教师 还是进步报刊的主编 始终不忘宣传共产主义 奋战在思想的战场上 欢迎老师 您好 我晨晨 你好 我是陈旺道的第一个研究生 欢迎老师 您是什么时候成为陈旺道先生的学生的呀 我是1962年吧 考上他的研究生 毕业以后 协助他做一些这个研究工作 这个都是旺道先生 他试试的时候呢 他自己说 把所有的书都捐给 几千册的书都捐给福丹大学徒书 你看 原来的长书章 旺道长书 这个是他捐赠的章 陈旺道校长捐赠 他的这一书籍也包罗万象 对 他始终是用学问来救过 他在那个时候 其实不管是翻译共产党宣宣言 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都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 他是上了国民党的当局的 和后来汪维政府的这个黑命代 1927年大德军失败以后 他看到李汉均呢 他的战友被国民党屠杀了 他当时心情当中非常悲痛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大的时代 他们先去白留了 所以他后来也一直坚持在教育转型 从文化转型上来进行他的誓言 虽然他那时候是战斗在教育和文化的第一线 但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 随时都有死亡的阴影 那我说一件事情 我在医院里陪他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他如果睡觉的时候 不要去拍他的肩膀 他说我可能会策权 你要叫我的名字 这是始终保持这个警惕性的状态吧 陈旺道晚年病榻上的警惕 让陈光磊窥见了老师 大半生被反动当局迫害追杀的不凡经历 从冒着风险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旺道又先后担任了 新青年 觉悟 文学等等进步刊物的编撰 宣传共产主义社会反响巨大 1934年 他创刊并主编的杂志太白 把他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 这里就是旺道先生原来的住所了 四大礼103号嘛 这就是这个地方 现在老百姓住在里面了 这个应该还是原来的面貌吧 房子大概还是 基本上差不多原来的面貌 因为很老实的那种面貌 旺道先生1925年到1935年 在这个地方住的一段时间 创刊了这个泰白杂志 你呀 没事 少往我这儿跑 我这个从现的先生 回来来借几本书也不可以吗 风声越来越紧 昨天啊 又有两名左邻的进步人士被抓了 您啊 目标太大了 早引起注意了 我一个教书先生 写字匠有什么好注意的 您在国民党那边 可是大名鼎鼎的浑头火柴 不知有多少法能分子 在心里日夜问候您呢 那我要托他们的问候 我陈方道要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更要笔庚不措 我新筹办了一本杂志 名字叫做泰白 文风要清新 但是也要泼辣 扫开这一切的阴霾 要让我们的独卓 睁开眼睛看清事实 泰白是启明心的意思啊 对 泰白就是启明的意思 意味着黑暗即将过去 光明马上就要到来 二来呢 泰白的意思 是比白话还要白 我们要用大众语的进步 去反击复古运动 帮贤文学 这个名字很好 泰白杂志呢 是半个看 一共就半了一年 但是这个杂志 这当时是非常有影响的 阵营也是很豪华的 编维 郑振朵 朱世青 李六文 陈旺道 玉达夫 你看也都是很有名的 对 巴金 胡子凯 冰心 冰心 冰情人 陈旺道 他正逼一呼 大家都来了 这个里头呢 当时鲁兴 为了斗争的需要吧 鲁兴先生的名字 列列在上面 但是实际上 鲁兴先生是 参加了这个工作 一篇文章 就是鲁兴的 用别名公网写的 泰白杂志 一共二十四期 鲁兴先生一共写了 二十二篇文章 鲁兴当时的文章呢 旺道先生为了备免 这个国民党的 审查的时候发现 另外叫人操了 送上去的 好像鲁兴先生 应该是住在不远的地方 到了深圳 当年他和鲁兴先生的感情 也可以说是一个 革命战斗的勇情了 是的 实际上呢 旺道先生跟鲁兴的关系呢 很早就有往来 二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他 翻演了共产党宣言呢 就已经 争送给鲁兴过 那么到鲁兴 到了上海来之后呢 那就更加密切了 鲁兴跟很多人 都会有一些 真正或者什么的 但跟旺道先生 好像是就 从来没有过 很有意思 我估计是这个思想认识 比较认同的一致 这个鲁兴日记里面 就有好多个旺道先生的记者 信定是二日发 陈旺道来 同往江湾实验中学校 演讲一小时题目 题约老而不死论 陈旺道协同鲁兴 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 在太白上刊发的一系列短文 针编石壁 一场针对他们的文化围剿 悄然展开 陈旺道和鲁迅等人的名字 屡屡被列入反动当局的黑名单 那么这个太白杂志 在当时的文台上是很有影响的 所以它到后来办了一年以后 因为公民党盯住它了 公民党越紧了 如果说办不出风格来 办不出精神来 那就还是不办得好 后来忘到现在 就杂志不能再办下去了 这种杂志你看它是很轻雅的 我看到基本上每个都是一个植物花卉 这个风格很雅精 但是它一个精神又是很战斗 所以当时在旺老和他的 同志们的心目当中 其实文学语言不是用来娱乐的 不是用来风花雪月的 而是武器是匕首 旺道先生一直很重视 语言文字对社会进步的作用 所以他当时办这个杂志 也就是有这个宗旨在里面 在文化上面始终是一个战士 他做着牺牲的准备 请问是陈旺道先生吗 您是 我家主人姓业 是上海大学故人 有口信带给先生 我是陈旺道 我家主人说 伤害已经不安全了 请先生立即远动 不可停留 请回去转告你家先生 口信已经收到 情深义重 望道铭记在心 你这一路来也辛苦了 先生保重 告辞 说你目标太大了吧 你也太小看我了 国民党如果以为 这样就可以把我陈旺道下主 那我的这个 红头火柴的名号 岂不是白将了 分头太紧 你还是避一避 越是这个时候 我红头火柴 越要显示出光亮 老陈 你的钥匙 你替我收好吧 这次去 我就没打算回来 真正的钥匙 我已经装在心里了 当局不断地追上回脚 先生不断地颠破流离 但是他在任何地方 都没有忘记自己的信仰和抗军 到桂林师专 后来也到广西大学 那么在那里 他搞得要风生水起吧 三千年抗战爆发以后 他就重回到上海 在上海组织了 这个康的救亡的一些运动 那么因为他的这些运动 引起了这个 汪魏这个特务对他们的注意 所以他们要暗害他 这个时候旺道先生就离开上海 展一展到了重庆 1940年秋 陈旺道取到多地 转赴当时千校重庆北辈的 复旦大学中文系人教 而当时作为国民党陪都的重庆 不断遭受着日军大轰炸 重庆复旦校区也遭遇袭击 师生伤亡惨重 正在这时 陈旺道却迎着炮火来到了这里 我寻访到他当年的学生 曹岳华的儿子曹庞佩 这个新闻馆就是当时 那个陈旺道教授他创立的 新闻馆一直和延安保持了联系 它称为是下巴的小延安 当时在下巴这个新闻馆当中 这个收音机直接听到延安的消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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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 有风险吗 这个 当时校方也已经提出了这个事 陈旺道说这个出事我负责 那当时其实整个物资非常的匮乏 学生们可能很多都不一定吃得饱饭 但是要花钱做这样一个新闻馆 那这个经费都是哪来的呢 经费就是那个旺道先生莫及资金了 而且后来陈旺道先生 他牙齿全脱落了 突然脱落 就是因为在筹盘 营养不良 虽然那个上海 从都是南方 但是那个饮食习惯还不一样 还水土不活 还怎么之类的都要 我们听到有一个通修的话 叫一叶白桃 实际上这个 他脱掉这个牙齿 换了一个一叶白桃子 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学生道报就在这个地方论语出来的 旺道支持那个进步青年党的组织 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 奉献了一批党的领导干部 很大一批新闻工作者 陈旺道在重庆校区 筹资建设了中国第一座大学新闻馆 培养了大批受共产主义思想熏陶的人才 曹蓬佩的父亲曹岳华 就是受恩师教会 后来成为抗战将士 大批学子都受到陈旺道的感召 报考新闻系的学生人数 曾一度增长到全校报考人数的20% 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 陈旺道才跟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 在上海校区的这座故居里 他度过了人生最后21年的时光 陈旋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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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好 你好 你好 陈旋兴老师 你好 你好 他是1956年住进来 到1977年分去是21年 那么当时他一个中处友好协会 他是副会长 就是经常要接待外宾 那么当时私立呢 就跟福丹说 他说你们是不是把这个小楼把它买下来 然后你让老校长住进去 后来我父亲讲 他说要我们这样子 你把这个底楼呢 做这个语言研究室用 这样我可以考虑 那么后来学校讨论半年 好 那就答应你 这样才住进来了 我可以带你参观一下 好 好 好 旋兴老师他一生就搞这个语言 文字研究 他是一个著名的这个语言学家 所以是像这个地方 基本上就把他的这个一生的一些著作了 都把它展示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三二年的版本 参考了两百五十几部书 还有就是一百七十几篇的文章 一共花了十二年的时间 才把这本书写成功 这对于整个白话文的写作 是一个具有奠基作用的这样一本书 一九四二年冬天的时候 当时就是这个抗日战争嘛 很艰苦 书正名类当时就是在山东这个部队里面嘛 结果那个日本人把他们这个包围起来扫荡嘛 结果到最后是牺牲了 列室身边有一个血迹斑斑的一个绿色的包 其中一本书就是《习惠主旧发泛》 而且这个绿色发泛上封面上面还有血迹 就是说明这本书对年轻人的影响实在太大 小陈 这里就是父亲的卧色兼书房 这个是他以前的照片 对 母亲叫蔡慕归 南京的经理女子大学毕业 毕业以后呢三五年到美国留学 在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 回国以后呢 他就一直从事妇女解放啊 抗日救亡啊 还有就是英语教育 他编辑翻译了好多东西 比如像那个高尔斯的艺术的起源 一直到现在是统计大学 每年的新生必修的课程 母亲跟父亲就是自由恋爱 他们夫妻真的很恩爱 感情也很深厚 他们应该说是聚少离多 但是他们始终彼此牵挂着对方 所以也有书信来往 那么四十年的时候呢 父亲在重庆北培那个地方 要想创立一个新闻馆 因为那个资金缺乏嘛 他就亲自冒着剩下的那个酷暑 倒动倒水去募捐 那么后来就也可能太累了 所以他就生病了 母亲这个事情都不知道 就发现好像没受到父亲的来信 他就很着急 那他就赶到重庆去看 他后来就决定就留下来照顾父亲了 也许在世人的那种眼光里 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 或者是称职的丈夫 因为什么呢 父亲一直这么多年来 跟反动势力怎么做斗争 经常要遭受的迫害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父亲应该或多或少 会觉得对母亲的亏欠 父亲是一个感情不容易流露的那种 那种的母亲离开了 那么所以 他呢经常会在这个房间里面 坐着椅子上面 对着墙上母亲的遗像 有一天他坐在这里 我说我回来啦 那天一声也不吭 那个绳侍呢也有点 爱男生上的这种样子 那么我就问他 我说爸 你怎么不舒服啊 他摇摇头 指了一指妈妈的遗像 我就跟他说 我说爸 你又在想妈妈的时候 那他后来 他过了好久的时间 他有点哽咽地对我说 他说原来呢 我以为我跟他就是妈妈 他说我以为 不会离开太久 他这一晃 已经是多年过去 我只有在学生时代 念到一首诗 我们在一起分担 寒潮 雷霆 霹雳 一起分享 雾蔼 红你 我不仅爱你 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定的位置 祖下的土地 这可能就是蔡先生 对汪老的最深沉的爱 对 他对正欣 对我 对要求都是很 真的很严格的 他就跟我们说了 我们是革命的家庭 我是一个教书家 我没有什么钱才留给你嘛 我唯一喜欢的就是书 现在我决定把这些书都送给学校 父亲去世以后 我们就把所有的书整理好之后 连书柜一起就是送给复旦图书馆 七八年我们就搬走了 父亲最后两年嘛 在医院里边 最大的一个心愿 实际就是这本文化简论 这张照片实际就是那个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 他三十一期就在看稿子 爸 是 爸 我们先不看书了 先吃饭 你把饭拿回去吧 我呀 不饿 我还有文稿还没完成呢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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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先走了 去吧 这文化简论证实际上是被移住了 它实际上是七七年的十月二十九号 就离开了 但是七月份的人刚刚把这本书 搅得完 但是其实他在医院的时候 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对对对 要把他最后澄清的一些理论系统 全部都整理出来 对 就是给世界的最后一个礼物 对对 兴起说我们在寻找 不如说我们再等待 等待共产党宣言 去阵龙发空 开天辟地 等待共产主义 在中国建立 带领中华 走上复兴之路 这火种 不光点燃了火 更点燃了千百万人 原来最有力量的武器 是去寻忘真理 人的一生 路漫漫其修远 一路寻访而来 您的践行 守望 令人肃然起敬 您洒下的火种 终成燎原之势 帮助创立了共产党 也造就了 新中国 我 谢谢你 陈王道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夫后继终于看了这一天了 我真正地感受到祖国的伟大 要不走 到 到 到 今天 社会主义中国 微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 你的名字 江峰 江峰 永远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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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大开放 有万人如新 登陆微博 收出你心中闪亮的名字 与英雄同情 感谢联合出品方 央视网和中国人计划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独家问答社区 知乎APP的大力支持 上知乎 搜索闪亮的名字 节目嘉宾等你参与问答互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